所以接下來的話輸出之後 還有一個那個就是這個地方你要加上什麼 要讓它位置放在哪裡 所以是要減掉L4的位置 所以L4在這邊用Range來表示會比較簡單 刮弧 那因為它這個地方是在VBA裡面 所以不需要什麼還鎖定 不需要鎖定 再把1加回來 你會發現這公式有沒有 一樣嘛對不對 那執行出來的結果會怎麼樣 L4 Range加上L4 -J-E 把這個 這個中斷點在這裡 第一天 因為已經是第一天了 我換一個日期好了 換成3 3也是第一天嗎 這個6 這個好了 我就以為奇怪城市怎麼沒有跑 基本上因為它的位置 再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OK 所以呢我如果 再減掉 有沒有 L4再加1 其實你會發現也是一樣 這邊會多一個什麼 負的 0就是小於1的部分 另外還有這個L3 以後的 要把它不要顯示 不要顯示 那不要顯示的話 會用什麼if 加偶的 加偶的函數 所以呢這邊判斷的方式 基本上第一階段已經完成了 第一階段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第二階段 我們如何在這個地方 加上if 和偶的 有沒有 if 配合偶的 那if我講過 它的架構一定是if 然後then 然後有個else and if 對不對 這架構基本上一樣 那如果各位忘記了沒關係 你回頭看一下 我們前面有用過 那中間加個偶的或 第一個條件 或 第二個條件 如果為true 就為真的話 那就怎樣 就是 輸出空置串 反之的話 就輸出這個 OK 那那個公式大概也出來 各位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第一個畫面呢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已經有了 所以如果要參考的話 往下看一下 這個是剛剛的畫面 剛剛我現在 我剛剛做的位置已經做完 就是做到這裡 那後面好像少了一個 乘上7 後面好像在 選的時候沒選到 乘上7就對了 就剛剛我做的那個公式 就在這個畫面上面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呢 再加上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加上去 基本上就OK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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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